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听到这份吗 家用包包路由见过吧 上面是有DGCP工程的 打开就行了 配置简单 管理方便 而且我们现在的路由器 一般使用的网关路由器都在这份 如果你需要的话打开就行了 好吧 听懂了 了解一下 DGCP用的还是比较多 就是给一个局域网分配 还是一个常见服务 但是Windows当中用的不多 因为服务器来Windows来做 现在是越来越少 好吧 但是也不一定是绝对 看还是看你的东西的状态 好了 有没有问题 DGCP我们就说到这儿 好吧 可以吧 嗯 好嘞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东西 诶 麦克风 好了 DNS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DNS的作用 各位 早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是 host的文件来做文件解析 这个文件你们见过了吗 对 我们讲课的时候是不是用过 用过了 那好 我们打开一下看看 在C盘 Windows目录下 转过啥呀 转过啥呀 System32当中 转过Smooth下 ETC host 打开之后呢 各位 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只要写入我的IP 我的IP是多少 我再放一个 等待待待 改回来 不再这么过去了 那个讲完了 OK 216 我还无所谓 反正咋吧216也不能上网 16是我楼下办公室的 我这儿是不是就少给了 这个意思 那我只要干嘛 在这里干嘛 写入我的IP地址 然后呢 写入域名 比如说 3w.nc.com OK OK 然后呢 只要保存 那看 我的电脑现在就能聘通 3w.nc.com 通了吗 通了吧 通了吧 但是我拼的是谁 举一把IP吧 也能说 我们早期的时候 是不是拿这个文件 来做为IP和预模对应 啊 那好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远要比DNS是比较简单 简单吧 嗯 嗯 它是不是原料 比DNS这个配置方法是比较简单 对吧 那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文件 来取代DNS 或者说 我为什么要开发DNS 取代这个文件 各位 好 这个文件出现更早 先出现了这个文件 明白 明白 那么我为什么要用文件 DNS来取代 几个人计 第一个人计是 这个文件 只针对当前电脑生效 也就是说 只有我呢 Windows 是不是解析到 IC口是这个IP 你们要想解析要干嘛 你们每个人的电脑 包括虚拟机等等 是不是都要修改自己的 这个耗词文件 然后是不是才能解析这个感情 不可能吧 你不可能要求你的所有的 这个 嗯 客户人员 或者说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所有的普通用户 是不是都要修改自己的文件 嗯 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 咋吧 还有一个 各位 这个其实还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是 我们有多少个IP地址 讲过啊 42亿 9千6百 七十七万 对吧 总共有这么多IP 各位 这个数字啊 虽然说现在不够用啊 但是 你如果把所有IP地址 和它的这个域名写在一个文档上 这个文档的大小会 这个文档的大小会超过八十个疾病 八十疾 有人统计我 八十疾大吗 不大 不大 好 画个论法 你的C盘多大 有人说这个文件 是不是要放在我的C盘里的 没错吧 你的C盘多大 放了下吗 有人说老师 我的一盘够了 我要给C盘分五百个G 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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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问你 在当前的网络困理下 我们现在的网络 网速是不是已经很快了 下载这样一个八十个Gb的文件 需要多长时间 怎么要再几天了 怎么要再几天了 没错了 没错了 好 也就是说 你每次充装系统 你都要干嘛 重新下一个这个八十个Gb的数据吧 好 有人说 我不嫌麻烦 我就练一下 可不 可以吗 好 那我再问 你们看过小说吗 看小说吗 啊 看小说吗 你看了最大的小说多大 你看了最大的小说是什么 反正我 我现在看过最后的最大的一个小说 应该就是凡人休闲段 大概是三十兆左右 三十兆 那我问你 打开一个纯文本的三十兆的这样一个小说 慢吗 你看过吗 在文章上看过吗 慢不慢 慢吗 各位 几十兆的一个纯文本 是不是使用起来 查询起来 是不是就已经非常卡了 啊 我问你 八十Gb的一个纯文本 你觉得可以正常 正常打开浏览去使用其中的数据吗 你们想想 如果八十Gb的纯文本能够正常的使用 我根本就不需要再学数据库了 为什么 你的这个写字板机是不是比数据库强大多了 对数据库来讲八十个Gb就快卡死了 写字板要能正常使用八十Gb的数据 你还学什么数据库 所有的内容都放在文本里得 听懂了吗 说什么 这是不可能的 OK OK 所以啊 这种东西现在只能的嘛 人时的时候来做一个实验 听懂了 它绝不应该取代什么 DLS 那 既然有这么多的数据量 DLS为什么可以正常使用呢 那我说 它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分布式 什么意思 全球各地都搭了DLS的服务器 你的访问量是不会集中在一台 其次 分层 各位 我讲了 我们的域名是不是分为一居域 二居域三居域 为什么要分层 咱们国家 为什么公务员要分这么多的这个官 官职 为什么 为了 为了捞更多的钱是吗 我把这道掐掉 是这个原因吗 那为了干嘛 是不是 方便万里 几十个亿的这样一个国家 几十亿人口 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国家 我如果 所有的事都指着银行去干 这是不可能的吧 就算它是超人 它是不是也不行 说到超人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的漫画 但是你发现了 它这个漫画也挺有意思的 啥事 就算是像超人 蝙蝠峡 什么闪见峡之类的 它也只是干嘛 一个城市吧 它是不是只是说我要维护这个城市的安全 啊 超人是纽约的吧 蝙蝠峡是戈登镇的吧 戈登城吧 是吧 还有谁是啊 那个绿建峡是哪个城市 你忘了 他和沈天峡在一块 昨天这两天看美剧 居然说绿建峡和沈天峡 穿到一块了 把我吓一跳 简直是 好吧 它是不是也只是负责一个城市 那你想超人 它都管不了一个国家 你说 我们这个东西 DNN市 是不是全球来做支持了 所以 它要干嘛 分层吧 也就是说 国家主席 是不是负责国家主席的工作 各个省长 是不是负责各个省长的工作 市长是不是去负责市长的工作 你们知道吗 那 DNNC也是这样 它分了一级二级三级预定 就是为了分级观点 OK 它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 保证我们DNNC可以干嘛 正常使用 听懂吗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 DNNC的压力还是比较巨大的 它的服务性的压力是巨大的 OK 好了 这里多看一下 DNNC的中文名字是 要不 英文名字是 The Me Nable System 我一开始 我一直记得这东西是 Service The Me Nable Service 域名服务 说起来是不是很稠 对吧 直到有一天发现这是System 好吧 也记错了 域名系统 OK 各位 一般也是 一般去面试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都是说简称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要是去比试 有可能是会出一点 OK 那我们今天还是讲组 好吧 好了 它的作用 这是Host Host的作用只能做这一个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 我说了我们DNNC是不分歧的 所以在我们所说的一级域 也就是底级域之上 其实还有一种叫做根域的叫 根域用点来代表 也就是说 我的标准的域名写法应该是这样的 3w.ic.com 点 看到网子说什么 它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 OK OK 点代表的是根域 各位 分析管理 各位 在全球目前我们的根域服务器只有13台 就13台 而且 它的IP地址是 不对啊 不应该说是13台 我们习惯性地讲13台 其实不是 而是什么 13个IP 但是这13个IP里 我是有可能会用一个服务器集群 来解析这一个IP的功能 可能吧 可能吧 但是我们习惯性地说的是 13台IP 这个根服务器 听得了 那 这13个IP是固定的 所以 会把它的IP地址写在 每一个已经装好的 Windows当中 不是 这个DNS当中 不管是Windows的 还是Windows的DNS 待会装完之后 只要装完 这个根域就在里面 能就能 13个IP就可以找到 那好多个问题 那 每一台 DNS服务器 它是不是都能找到这个根域 啊 那根域负责干嘛 管理一级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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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是不是让你看了一级域 我说 组织一级域 是不是就是一二十的 然后剩下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各有一个国家一级域 啊 总共加起来是不是就二百多了 二三百多 对吧 那根域 是不是负责管理一级域 啊 然后一级域负责干嘛 管理他名下的 二级域吧 啊 理论上来说 每个二级域是不是负责管理自己的三级域 啊 这样做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分级管理 啊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谁被压力最大 是 他的压力 因为二级域是不是要通过他来管理 啊 没问题啊 二级域是不是最多 对吧 要通过他来做管理 听懂吗 所以一级域 底级域上面的压力比较大 听懂吧 啊 好了 分级域 咱往我们之前讲的域名分级之上 加了一个根域这个概念 听懂吧 嗯 好了 那么组织域 地区域 这个东西 我们有一个更详细的文法 发给你们了吧 对吧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可不可以 没问题吧 嗯 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FQDN FQDN是完全合格域名的简写 FQDN 它指的就是写的是标准域名 OK 那这就是FQDN 对吧 其实咱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 嗯 一般不写最后这一个 是吧 根据吧 啊 我们实验的时候只是 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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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一 对吧 好了 好了 那么FQDN这个概念呢 在我们的使用方法 DNS的学习当中 可能比较常见 你知道 它就代表完整的原作 好吧 啊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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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域和区域 各位 域是 我们想的 完整的域名是不是一个域 或者说顶级域 是不是也是一个域 二级域 是不是也是一个域 啊 但是区域呢 其实我们说 这个概念 其实我说实话 不应该和域放在一块 它和域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那什么是区域啊 那我问你 我们待会儿 是不是要DNS的作用是把域名 解析了IP 再把IP 是不是解析到域名 那好 既然它们要对立 它们是不是要写成一个对立的文档 那这个文档放在哪 它放置的位置就叫做区域 英文单词 放在这个区域当中 那也就是说 域名指的是 我们DNS当中是什么 这个 这个 完整的这样一个域名 是不是叫域名 或者 这个是也叫域名 指的是 一域名 这是二域名 这是三域名 如果连起来说 就是完整域名 它指的是 DNS的域名结构 对吧 区域呢 仅仅指的是什么 仅仅指的是 在这个域名当中 我们用完 表示 保存 这个域名 它指上哪一个IP的这样一个 保存的一个这样域 其实它跟域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 我们原先学的时候 我俊大学考的清楚就觉得 我说区域和域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域菜 我不是这样 我搞不明白 但是我现在就说 你不要把它放在一块钱 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 都把区域和域放在一起 其实不对 那区域是什么 我们把幻灯片往后看 什么是区域啊 先不看这个人 有吗 配置的方法 诶 好吧 我把它在这儿 有吗 看看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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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前途啊 人猜 这怎么办 看这里 打开控制台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是不是叫是新建区域 新建区域 新建区域目的是干嘛 是不是就是要有地方去写 IP和这个域能追应放在什么位置 那这个东西就叫区域 跟域其实没关系 域指的是 我们呢 由互联网标准组织 是不是来分配 由我个人是不是来申请 啊 组织出来这种 是不是访问的时候 需要写的完整页面 对吧 那区域是什么 只是在DNS当中用来放 这个解析内容的这样一个文件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文件 可以吧 但是它跟域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OK 只是 这个名字时候起的东西叫做趋域 其实我说 我说不是 这个东西概念性的东西都是外国人创建的 在英语当中 域是叫做等域 啊 趋域叫做又 它这两个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翻译中文 一个是叫域 另外一个叫什么 趋域 然后就完蛋了 中国人就完蛋了 它就叫想方设法呢 把它要解释里面 这两个东西造成什么区域 其实这两个直接没有什么联系 听懂啊 这是一个很可行的地方 在初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纳密 什么叫区域 他非要想 包括我们很多资料里 他会想什么 包括这个组组体式化的都有这个意思 他说的区域是什么 他想说的是什么 域 是完整了 这样一个东西 区域呢 可能就是一小部分 就这样一个区域 瞎扯蛋 你理解错 OK 区域其实就是里面 一个保存文件的一个位置 OK 没有这个概念 听懂了 听懂了 很多资料呢 其实说的都不理解 每个区域所包含的范围 在基本的区域当中是连续的 因为它竟然比较多 可以放多的区域 将于人分级区域 化成小小的区域 他是不是想方设法 还是太年轻了一块 其实之间没有什么年轻 OK 而且尤其像这样的画质 你看完之后 根本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完全不知道怎么说什么 所以我们说 区域其实跟域 没有太大关系 它只是想象成里面 一个存储地方 存储解析数据的文件 就可以了 把它想象成文件 好吧 可以吧 所以它这里 想象出来没问题 在域名空间里 是不是可以创建多一个区域 因为 可以放多个文件吧 每个文件里 是不是可以放解析数据 没错吧 然后呢 一个DS 可以放 一个DS 服务内存放多个区域 当然没问题 但是 它根本的理解错 就是它认为区域 是域名空间里面的 连续的过程当中 一个小部分 其实不是 区域只是 保存数据 这样一个地方 OK 根据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好吧 可以吧 我们这里怎么解释一下 不要去区域啊 不要说区域是什么 OK 可别 可别 这种错误的概念 根深地固 导致什么 我们 在一些 不太专业的公司 去面试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 什么叫区域 区域和区域区别区 那这个时候我说 你们就可以说什么 就像我说的 运势 完整的域名 对吧 完整的域空间 对吧 一个域就是一个完整的域 那区域呢 是里面存储的 这样一个保存的位置 保存数据的位置 这样说 它挑不出什么 可能不一定的 将和数量一样 但是我说 其实这不是两个数 这都是一切 其他人理解之后 写出来的质量 OK 这个地方是有些问题 好了 得了 就说一下区域 好吧 没问题了吗 没有 好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域 好吧 没问题 是一个区域吗 好吧 你看 他就这样画 是吧 这个问题画完之后 回过程度就觉得 这什么是区域 他意思 你看这个有多区域 又是什么 一个完整的三级预格是多较为 没问题 没问题 三区域 没问题吧 这个问题 但是区域呢 是里面其中一部分的区域 另外一个区域 你想承担吗 其实可以 这样说 其实 其实可以 为什么 你每一个数据 都要放在一个区域里 的区域 这这些区域 投了泰克这些都是三区域 它是不是也要写在一个区域里 这个区域里 这个区域是不是才能解析该批 啊 我说每一个区域是不是都是 用来保存一个 预纹解析IP的预纹 保存位置 这每一个三十几个诗都要写在一个文件里 是不是才能写线啊 那双参的区域到底不干什么 可以 这么招牌 其实我说没有太大问题 它们两个不是相当便利 没有必要把它非要的一块牵手 这个地方会让出血者很头疼 等你们真正配的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大陆联系